李宗盛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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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血壓的新字印 在約毛屋兩年前左右 血壓有新的指示 那你看看 首先今天講開血壓 當然要講一下高血壓的定義 那怎樣叫高血壓呢 在1995年至1996年 香港心血管疾病有因普遍率的研究顯示 每十位男性和每九位女性當中 就有大約一位是患有確診的高血壓 那怎樣為之叫確診高血壓呢 那當時的定義是這樣的 定義是上壓160 或者超過160 而下壓呢 就是95 或超過95以上 那... 或者正在已經接受高血壓治療的人 可以嗎 那就定義為高血壓了 可以嗎 那如果照這個指標 我想很多人都已經不是高血壓了 可以嗎 好了 好了 而呢 每十二位男性 和每十六位女性當中 有大約一位呢 在當時的標準 就患有臨界高血壓 那定義是怎樣呢 臨界高血壓 當時的定義是 上壓是140至159 即是說 不過160 但是又超過140 上壓 而下壓呢 就不夠95 不過又超過90 即是90至94之間 那就叫做臨界高血壓 可以嗎 那... 當時呢 臨界高血壓呢 是不會用藥的 可以嗎 就只叫你... 喂... 住飲食呢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住作飾呢 是這樣的 可以嗎 OK 理解了吧 好了 到了2002年了 香港衛生署 就決定採納 美國國家聯席委員會 JNC的高血壓 第七號報告書 那這份第七號報告書呢 當中的重點呢 就在於 要更嚴格地控制 和更早去干預高血壓 可以嗎 OK 那於是 高血壓的定義 就由該一年開始呢 從此就不同了 可以嗎 OK 那這份第七號報告書呢 OK 2003年的分類法就是這樣的 正常的呢 一定要低到120 即是將高血壓的標準降低40度 OK 下壓呢 要去到80 前期高血壓呢 就是 82至139之間 第一期高血壓就是140至159 第二期高血壓呢 就 160或以上 OK OK 好了 那你看看第八號報告書和第七號報告書 有什麼分別呢 第八號報告書 在報告裡面 就跟第七號報告書比較 就指出 原來在十幾年前的 第七號報告書的指引 那個根據是怎麼來的呢 原來是由一班專家小組 去參考一些質素參差的研究之後 是由大家共識之後作出的 就是看一看談出來的 明白嗎 那質素參差的研究就是 那些57%不合格的那些 明白嗎 OK 好了 第八號報告書 根據的是什麼呢 原來根據的就是 多年來的雙盲對照用藥測試 好了 這個雙盲對照用藥測試 就是比較用藥和用藥的分別 可以嗎 好了 結果研究發現 年齡高於六十歲以上的人口 上壓在一百五十或以下 其實是不需要用藥的 因為用不用藥是沒有分別的 可以嗎 OK 而用藥的指標 也只不過去到一百五十就夠了 所以新的指引就是 不夠一百五十以上 根本就不是高血壓 可以嗎 OK 好了 好了 用藥令到血壓再降低 都是不會有任何正面幫助的 即是去到一百五十之後 我想說完這裏 可能在座很多朋友都覺得 咦 那我立即停下藥了 就是這麼簡單 OK 好了 好 而且糖尿病和腎病患者都沒有需要用更高劑量 以進一步降低的血壓 可以嗎 剛才不是說要去到一百三十 但是現在的指引是甚麼呢 一百五十 全世界都是一百五十 無論是否糖尿病 是否腎病 或者是普通人的高血壓都是一百五十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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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跟我們上一個月說的 其實糖尿指數 只不過是一個代理 OK 最新的研究發現 你壓低了指數 不代表你等於可以避免併發症 OK 所以這份報告是經過嚴謹的臨床測試 是十幾年雙盲對照 OK OK 我們本身是有能力去調整血壓 是這個血壓調整的能力 出了問題 我們才會出現高血壓和低血壓 你是應該想怎樣回復這個能力 而不是想著用藥 去令我們一生依賴地去側低它 或者是提高它 這樣根本不是醫病 明白嗎 OK 如果在高血壓只是屬初期的時候 用壓抑的方法處理 更加會令到它越來越難控制 用藥就越來越多 這個並非改變其心腦血管病發的最佳方法 其實你按低血壓和按低糖尿指數 其實目的就是為了什麼 怕它有併發症 但是現在研究證實 按低了不等於沒有併發症 只要真真正正解決這個高血壓也好 沒有糖尿病也好 它背後的代謝失調問題 高血壓根本就不是一個永無止頂的長期病 OK 我很記得 他當年教我的其中一位教授 他講得很好 他是一個最好的醫療 一個真正有效的醫療 他最終是應該令到病人 是脫離不必要的依賴 這個才是最實際的問題 剛剛 OK 總結了 高血壓的體質處理 從以上的案例 你可以知道 以順細療法去處理高血壓的病人 必須要根據他的精神 情緒 肉體的整體狀態 一起處理 整個人去處理 順細療法的診斷 十分著重病人整體的症狀 和病者個別的獨特性 可供選擇的療劑 可以有幾百種那麼多 當療劑發揮作用的時候 高血壓的持久復原 即持久復原只是康復的一部分 對不對 伴隨的應該是全身所有 新心靈狀態的提升 只有整體生命力的提升 才是真真正正的整全康復 大家理解不理解